军旅作家张胜龙在《雪白血红》艺术中 揭示了当年中共为夺取长春 不惜饿死30万平民的令人发指的罪行 这段事实今天知道的中国人并不多 中共军队围困长春发生在1948年5月23日至10月19日 驻扎长春的国军主官郑栋国 麾下有10万军马 他是威名赫赫的抗战名将 中共惧怕强攻付出巨大代价 于是为而不打 切断国军外部粮食和弹药供应 利用百姓与国军争口粮 城里多一张嘴 国军就多一份压力 中共的这场围困 使长春从战前的50到80万左右人口 到战后只剩下了17万人 毛泽东希望三到四个月内攻下长春 同时取得工程经验 5月30日 中共决定了封锁长春的以下部署 一堵塞一切大小通道 主阵地上够主攻势 主力部队切实控制城外机场 二严禁粮食燃料进长春 三严禁城内百姓出城 四要使长春成为死城 于是长春城外出现了 共军100多公里的封锁线 每50米就有一个士兵拿枪守着 不让长春军民出城 造成大批难民卡在国军守城县 和共军围城县之间的地段 进退不得 成群的机民跪在共军面前央求放行 但中共坚决不答应 中空地带上的尸体一望无几 1948年9月9日 林彪等人给过毛泽东一个长春现场报告 报告说 饥饿情况越来越严重 机民城夜或于白昼大批蜂拥而出 经我赶回后 群集于敌我警戒线之中间地带 由此恶避者甚多 成群跪在我哨兵面前央求放行 有的将婴儿小孩丢了就跑 有的驰绳在我港哨前上吊 战士见死惨状 有陪机民跪下一道哭的 说上级命令 我也无法 有将难民偷放的 经纠正后又发生了打骂捆棒 甚至设计机民的情况 古兽如柴 既若游子的难民 抱着婴儿爬到卫室面前跪下 央求放行 还未来得及看清世界的明亮 就被扔到街头的孩子随处可见 幸存者说 吃的是草和树叶 渴了喝雨水 用锅碗瓢盆接的 这些喝光了 就和死人脑瓜壳里的 都是渠就这么熬着 长春围城和日本广岛原子弹爆炸 死亡人数大略相等 广岛用了9秒钟 长春则是5个月 共产党做下如此罪恶 却在围城政公会上 又做了这样的谋话 要将老百姓饥饿贫困的罪过 归到国军及国民党政府身上 扩大他们与群众的矛盾 孤立敌人 结果中共的部署 真的让长春变成了 不折不扣的死城 恶嫖之城 白骨之城 一座城市因战争 活活饿死这么多人 在中共的五指宣传中 却被说成是兵不血刃 一个邪恶政党 为了夺群 以如此令人发指的手段 杀害五股百姓 古今天外绝无经验 此后长春围困 竟然还成为中共 加以推广的长春模式 中共将领肃郁曾说 这一模式在若干城市采用过